就是启发了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人看到他因为不孝顺 所以被处罚压在这个地方 即至到最后一年之后 真的就不见了 就真的就像这个不孝顺的 媳妇自己所说的 一年之后他自己就会到 这个地狱去受刑了 大家看到之后都觉得好警惕 所以那时候的人 就那阵子的那边的人 就很警惕自己说 哎呀我一定要孝顺父母亲 不然我也会像这个妇人一样 下地狱 所以从这个故事上面 我们就知道 父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如此之大 我们要是再用那种 不对的行为去对待他们 到最后受到灾害的 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的 为恶的人不是不报 怎么样 只是时机未到 所以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你 像我们的电视上 常常听到有人说 哎呀我又没有我做坏事情 要是要是上天会惩罚我 早就惩罚我了 怎么到现在我还可以过得这么好呢 他不知道说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上天已经慢慢慢慢在帮他铺什么 铺那个自己受苦受难的那条路了 所以有时候不要说自己做错事情 然后不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不是而是时机还没有到 等到时机到了时候 我们受到惩罚 我们真的是欲哭无泪 所以要很小心很小心 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 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要孝顺父母亲 没有孝顺父母亲 什么话就不用再谈了 对吧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第十三章的 习乎人间不失效的十三之事 以致奏下无边罪过何日尽疑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到这个第十三之五 十三之五的 十三之五的这个诗经灵异 好再一次哦 十三之五的诗经灵异 我们看到这个灵挂 灵挂呢就是说什么 现在这样的灾难 这样的这个 就是天使啊 天使会这样这样的灾难 都已经在这个灵挂上面 已经有看到了 灵挂上面就说 因为这个天使 已经运转到这个时候了 大家呢怎么样 止不止啊 沉不沉的 已经很多很多的道德都沦上了 所以呢 很多的社会风气需要重整 那在重整之前呢 假如我们人没有这样的一个 体悟的话 就会让这个社会 有很多很多 要一起去承受的一些灾难 包括什么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水灾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地震 包括现在 道德轮上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 什么 就是这个 孩子杀父亲的 孩子杀母亲的 孩子杀这个爷爷奶奶的 这个在以前的社会 是不可能会产生的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 现在的这样的社会 人家说我们科技很发达 文明很发达 可是我们道德 越来越沦上 我们的社会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就是 在易经的灵挂上面 其实都在在的都已经有预言说 未来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的世界 可是我们都已经知道 圣人已经告诉我们说 未来世界是这样的世界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不去 好好的从现在开始 就赶快要去调整呢 为什么要等到灾难来临的时候 才要去调整呢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 若是我们能够 能够把以上 刚刚所说的 子不子 成不成 以及道德轮上的 这些不好的一些行为 跟不好的一些社会风气 给慢慢慢慢改善之后 大家齐心齐地去改善 那相信 这个世界 这个很大大的地球村 一定会过得很平安 而且会过得很幸福 甚至呢 会过得很富足 安强 不会有任何的灾难 那这个需要靠谁 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做 因为 不要小看我们一个小小的力量 你们现在虽然年纪还小 可能你们还没有出社会 但是 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 因为你们可以改变谁 你们可以改变你们的父母亲 因为你们都是父母亲的 手中的心肝宝贝 你们讲的人 任何一句话 都可以去启发 他们内心的感受 都可以去引领 他们未来 对这个你们的教育 以及未来 他们自己本身 要对他们父母亲 所负的责任 所承接的一些讯息 所以哦 你们现在有这样的观念 相对的 你们可以把这样的观念 带回去 告诉你们的父母亲 那你们的父母亲 自然而然怎么样 就会对这样的事情很重视 极致哦 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在上位的人 若是知道 将这个好的道理 用好的道理 用孝顺的道理 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平民百姓 就会怎么样 自己本身就会越说得很好 自己本身也就会做得很好 那若是做得很好之后呢 这个国家会不会很昌盛 会 对不对 这个国家很昌盛 相对的 国家昌盛 人民百姓 过得就很富足 所以人家说了 自理国家论 若能够是情政爱民的话 就会受到民众的爱在 民众的爱在之后呢 这个爱在之后呢 这个爱在之后 这个国家的一个风气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提升 提升之后 这个国家就能够负责安了 好 那所以说 就是我们说到 尽管我们知道 目前的社会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 新陈能够把它改变 只要我们能够 从我们自己先去改变 那相信这样的风气 一定会马上提升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第十三章的 这个习乎人间不是笑的 十三之六的部分 晚社会不良风气 晚社会不良风气是谁的责任 我们刚刚说了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用这个五轮八德 用正常五轮八德 去实践这个 什么 去实践这样的善良的风气 把这个善良的风气 环顾在整个地球身上 那这个善良风气靠谁 靠我们 对不对 好 除了靠我们以外 还要靠谁 还要靠经典 好 那靠经典 靠什么经典呢 当然啊 靠我们现在所读的 这些经典 四十五经 这个都是引领我们 走向一个善良风气 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根本 我们有善 我们有圣贤的话语来做引领 我们有圣贤的话语来做代理 那我们的行为就不至于有任何的偏差 相对的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上面 我们会更多的一个思考 我们有更多的一个道理可以依循 这 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你们现在可以再念这个世界四十五经 是最棒的 也是最有 最有 最有智慧的展现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十三 十三章的习物人间 不需要先讲到这边 上次呢 再跟大家分享这十三之六 重新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十三之六之后的一个 经文的部分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